1月12号下午2点 泰国副总理巴金上将在曼谷文化艺术中心 主持召开了这部魔幻城市动漫的发布会 这部动漫的制作目的是为了纪念泰国辣马九世国王 届时将面向全国的观众播出 泰国副总理巴金上将在讲话中表示 这部魔幻城市动漫片主要是想让泰国的青少年们 以及所有民众能够很容易理解佛教的教义所在 让他们可以从电视上了解佛教的教义 所以将这个重任交给了泰国数字经济和社会部 去管理制作拍摄这部魔幻城市动漫直到完结 该动漫片预计总共有30集每集20分钟 此外政府计划将这部动漫片宣传至家喻户晓 政府希望泰国每一个公众都能看到这部动漫 因为这部动漫的主要思想是道德和伦理建设 为了让青少年们能够印象深刻 政府将于1月14号泰国儿童节的时候 在政府大楼特别放映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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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莫卫视MGTV记者陶伟新泽泰国曼谷报道